2018年,郎平一口气招入七位复工手,可见其打在往上长城的决心。 下面蓝以星成就来分析一下我期目中的九大复工。 1. 袁新月21199无庸置疑,袁新月肯定是当今女排的第一复工,也极有可能成为世界女排的第一复工。 杨米的身高,越发娴熟的技战术,舍我其谁的比赛气质,都他成为球迷乃至郎平最放心的中国长城。 联赛中,他得分第六,扣球第十,篮网第一,发球第六,全面开花,令人惊喜。 2. 袁新31193老将之中,袁新的发挥一直稳定,虽然得分能力较之从前有所下降,但篮网实力依然不可小觑。 篮网排名第三,在高义,黄元元等人暂时没有巨大飞跃的时候,他还是无法取代的绝对主力。 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小将们也必须加油,随时准备接班。 3. 黄元元20195联赛前半段,各项数据表明其都在高义之下,但是到了决赛阶段,他的篮网第四,进攻得分第十,发球第四均有出色发挥,帮助队伍最终夺冠,但问题也同时存在。 第一发挥不够稳定,尤其是篮网,时好时坏,进攻成功率也有待加强。 第二容易急躁情绪化,最终抢7最后一战,他在扣完逆球之后对对手语出不逊,被裁判口头警告,打好球,更要做好人。 比赛时可以有霸气,但不能霸道无理,而且这种过于情绪化的表现也会影响队友的心情乃至队伍的发挥。 四,高益19-194联赛,表现不如去年抢眼,只有篮网台名第七,期待在国家队中有长足进步。 五,杨涵玉18-197在山东队时表现平平,转会到北京队后得大放一台。 18岁,1.97的身高让他的未来值得期待,希望在今年国家队中,他们抓住机会,晋升为超强替补。 六,郑益新22-187打球特别有灵气,进攻速度快,技术全面变化多端,能适应多个位置,唯一不足的就是身高。 七,国宁院21-186联赛中除了李盈盈之外的最大发现,与郑益新的特点极为相似,更加突出的是他的力量,爆发力极强,又一暴力复工的好苗子,遗憾的也是身高。 八,扬州26190在浙江队中并没有给人特别深刻印象,但到了上海队联克带篮,成功地帮助上海夺许亚军。 最终南网排名第二,未来进入国家队的希望不大,但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点赞。 九,徐云立30197如果不是受伤,他绝对是中国女排的第一复工,五朝元老,三届奥运会,期待他能生育付出。 搭上市锦赛以及东京奥运会的末班车,实现职业大满贯,但从近期他出席活动的支援片与分析,由于伤病原因,恐将就此退役,本想凑个十大复工,但选来选去也在无合适人选。 马运文岁数太大,而且联赛表现一般,王宁,张小雅,王晨月虽然都是队中主力,都在190左右,但得分也好,蓝网也罢,都无强眼发挥。 广东对新出现的1.92米的复工刘亚男,与黄金以带的刘亚男同名,蓝网出色,但进攻偏弱,今年都没入选国家队,在即将开打的国家联赛中,袁新月,严明等绝对主力肯定以休整为主,王源源,高毅,杨寒玉,郑一新,国民院等人将迎来表现机会,谁将突出重围,锁定复工替补,我们拭目以待。